上一期我们讲述了《暗黑2》的结束时, 正义的大天使泰瑞尔使用自己的圣剑击碎了被巴尔侵蚀的世界之石。 石头破碎之后的爆炸不仅污染了圣山, 让此地化为了恐惧之地,而且还摧毁了生命。 里面便包含了市居此地的野蛮人,也包含了泰瑞尔本身。 失去了天使之躯的泰瑞尔在无人能够找到的混沌世界里缓慢地重组自己的肉体与精神, 直到20年后,他才重新回到了高级天堂,也在此时遭受了天使的责难。 这也就是我们在《暗黑3》CJ里看到的动画。 另一方面,毁掉了圣山之后的野蛮人有一部分对大天使怨恨极深, 几乎化为了最原始的杀戮机器。 居住在北方的普通人与野蛮人经常发生冲突, 而大天使的剑正巧落在了北方的某个洞穴里, 被此地的少年捡到,化解了人类与野蛮人之间的危机。 这个故事放在了官方的漫画《正义之剑》里, 感兴趣的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暗黑2》里打破了恶魔的英雄们自然是继续踏上了各自拥有的使命之路, 而赫拉丁姆最后的后裔凯恩也同样忧虑另外的两个地狱魔王, 谎言之王比列与罪恶之王阿兹莫丹。 凯恩知道恶魔不会放过人类的庇护之地, 所以他便在世界之石破碎后继续寻找着解救之法。 从《暗黑2》到《暗黑3》中间间隔了20多年, 这也是不朽的剧情。 大概是讲述了世界之石破碎后, 石头碎片里依旧蕴含着邪恶的力量。 那些崇拜恶魔的宗教与一些活着的中间恶魔依旧在想办法获得对应的碎片力量, 来让自己变得更强。 不朽礼的冒险者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想方设法从敌人的手里获得这些碎片, 然后交给凯恩。 特别赫拉迪姆的他, 有责任校尾这些邪恶的来源并保护这个世界。 除此之外, 凯恩也如同先祖一般开始游走在庇护之地里, 寻找解决其他两个大魔王的方法, 便也是在东部大陆的凯尔迪姆。 凯恩遇到了爱德利亚的女儿,利亚。 当凯恩发现利亚对魔法有着极佳的天赋与纯洁的心灵后, 便把其当作了养女。 一方面随着他逐渐的老迈, 他无法知晓自己的寿命是否能够坚持到恶魔的到来, 因此他需要一个后裔继承他与赫拉迪姆的意志。 另一个方面, 作为早年曾经拥有了一个男孩的凯恩, 他仍旧希望得到家庭与孩子的温暖, 他也希望自己有一个新的开始。 凯恩便带着利亚游走在庇护之地的各种无人的墓穴边境的小镇去寻找那些遗失的古籍, 希望在里面可以找到破解恶魔入侵的方法。 直到利亚从女孩变为了少女, 凯恩从直立变为了狗篓, 他们才重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重建起来的新崔斯特瑞姆。 在此地的老教堂里, 研究与整理找寻回来的古籍, 而利亚也有意无意地成为了赫拉迪姆的另一个后裔。 那天使泰瑞尔重组神区寻找回自己的圣剑后, 回到了高阶尖堂, 同时也面对了勇气纳尖使英普瑞斯的责难。 要不是当初你,泰瑞尔否定了毁灭人类, 怎么会让恶魔如此嚣张,大举入侵庇护之地? 人类那个世界是不纯洁的世界, 破坏了规则的天使又与那些混沌的人类, 与低贱的恶魔有什么区别呢? 泰瑞尔面对英普瑞斯的指责, 意识到了如今的天使, 也成为了顽固不化只知道维护自己的虚伪高傲的可悲生物。 拯救这个世界, 击败恶魔不可能再依靠天使了, 人类必须参与其中,成为主力的一部分。 无法接受英普瑞斯高傲的泰瑞尔, 于是自愿去掉了天使的寓意, 成为了有形的人类, 脸部也逐渐有了人类的样貌, 而堕落的天使不配留在高阶天堂。 于是泰瑞尔连同自己的圣剑一起从空中坠落。 这就是开篇CJ里我们看到了流星划过天空的末世景色, 对这个情况的预言写在了赫拉蒂姆残留下来的书籍里, 《适逢末节之时,天必有背心出,正义亦将降临世人, 光明与黑暗将在永恒的战场上展开决战》。 这个正义真的不仅仅是象征的意思, 也是直指代表了正义的大天使泰瑞尔。 好巧不巧, 陨落的泰瑞尔一头砸在了凯恩所在的救教堂, 陷落的冲击把凯恩一同拉入教堂下面的洞穴的最底层, 称得上是痛击有望队友的典范。 冒险者的我们,可以使用各种身份, 因为某个使命来到了新崔斯特雷姆。 旧崔斯特雷姆毁坏后,由于此地的农业, 畜牧业依旧十分发达, 毕竟奶牛都能成精, 畜牧业又怎麽能不发达呢? 再加上一代里那些流传出去的迷宫深处, 有着属之不尽的宝藏的传闻依旧存在。 所以此地又再次繁荣了起来, 迅速的总立起来了一个新的小镇。 但由于不明身份的灾星陨落, 激发了此地应该死去的灵魂与恶魔再次复活。 骷髅王李奥瑞克便是其中之一, 他在一代里由于受到了迪亚波罗的蛊惑, 在死亡后接受了迪亚波罗力量的赐予, 从而具备了支配死亡骷髅的能力。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即便化为了白骨, 坎毒拉斯的士兵们还是得服从他的君主的命令。 由此可见,力量就是力量, 或许根本就没什麽正义与邪恶之分。 陨落的人是天使游罗合, 他不受控制的力量依旧可以唤醒邪恶。 我们冒险者追随流星来到此地后发现异变已经很可怕了, 无数的丧尸围攻小镇,城外的护城沟渠里拥堵着众多的尸骸。 帮助卫兵击败一波丧尸后, 队长告诉我们想要知晓流星的事情可以去询问唯一的幸存者——力量。 城内的人们十分的恐慌,为了防止尸骸复活, 只能把所有的死去的尸体完全的烧毁。 村长在携款逃跑, 牧师在安慰恐慌, 暂时在面对丧尸而徒牛履肩的力量, 正在整备自身,准备前往教堂下方的洞穴, 寻找自己的叔叔凯恩。 两人正在交单时, 在旅店里养伤的病人突然全部变为了丧尸,向我们扑来。 意识到问题严重的丽雅, 决定先处理村子丧尸的问题, 再去寻找叔叔。 这一次丧尸的源头是旧城镇的妖后, 他们制造怪物并传播疫情。 妖后的信息在爱德丽雅之书里有过记载, 她是王后最喜爱的侍女, 曾经教不起爱德丽雅的黑魔法, 但是等她被恶魔侵蚀后, 自己反而成为了低贱的制造恶魔的源头。 回到镇子后, 丽雅向我们诉说了自己的身世, 她是由凯恩抚养长大的, 她的母亲爱德丽雅在很早之前就过世了, 而她的父亲则是在暗黑二时老城镇被恶魔攻陷时死亡的。 看过了之前的视频我们都知道, 丽雅的母亲并没有死亡, 而她的父亲人身是王子艾丹, 灵魂则是迪亚波罗。 教堂的中心处是陨石落下的坑道, 散发着幽蓝的光芒, 连接的是骷髅王李奥瑞克休眠的地下墓地, 被流星唤醒的她正在积蓄力量准备攻占地面。 我们赶到时凯恩正在被追赶, 干扁的小老头, 用着法杖宁死不屈的对抗骷髅卫兵。 救下了凯恩后, 众人一同回到了城镇, 而想要解决此地的灾难, 必须要击杀隐藏在地底的李奥瑞克。 而想要进入到李奥瑞克的尸骸处则需要宰相墓穴里隐藏起来的骷髅王冠。 宰相其实是铁匠的祖父, 从铁匠的对话里他告诉了我们, 当初骑士长杀害李奥瑞克时, 宰相是站在了骑士长的一边, 也就是在那场战斗里, 宰相受伤死亡。 为了纪念他的牺牲, 从而让王冠与他一同埋葬。 凯恩, 拜托我们消灭掉骷髅王, 否则此地必定会生灵土炭。 然而我们想要寻找的流星, 正是在骷髅王的脚底, 不论是出于何种理由, 骷髅王都是阻挡我们前进的敌人。 用王冠强迫骷髅王的灵魂的回归, 然后在有形的躯体里击败恶魔, 才能够消灭掉他的影像。 一番敖战, 恶魔被击败后, 我们前往了凄凉之厅, 在此地, 终于发现了流星的真相, 一个人, 而且是一个黑人, 而且还是一个从天而降直穿地脊但是毫发无伤只丢失了记忆的黑人。 这他们要的才叫做真的骨骼净起。 在此人回到了城镇后, 凯恩意识到此人记忆的重要性, 陌生人的剑被一分为三, 只有找回碎片, 让剑合为一体才能让陌生人重回记忆。 在寻找到碎片的过程里, 我们遇到了巫师会的女首领——马格达。 巫师会的前身是曾经三大魔王在人类社会建立起来的, 三神教的余孽。 这些人在原罪之战失败后便折服了起来, 小心翼翼地在地下服侍着恶魔。 但马格达加入其中, 发现这个巫师会的上层已经腐败至极了。 如果不进行改革, 这个教会终究会自我消亡, 但是他缺乏帮手需要等待时机。 而这个时机的出现就是另一个角色的加入, 女巫——爱德利亚。 她在巫师会期间与马格达互相依靠铲除掉了上层的腐败与泰兰, 同而让巫师会成为一个新的, 全心全意以信奉恶魔为几人的组织。 此时的巫师会信奉的恶魔是谎言之王比列, 在他的地狱下,巫师会日益壮大, 逐渐成为了可以比肩萨克兰姆的宗教。 当然此时的萨克兰姆也没落了。 但爱德利亚在某个夜里听到了另一个不是比列的地狱, 声音的主人来自于恐惧魔王迪亚波罗, 也就是在迪亚波罗的地狱后, 他来到了崔斯特瑞姆这个偏僻的小镇里折居, 并且还与迪亚波罗生下了魂器利亚。 马格达前来此地阻挡我们收集碎片的原因正是因为比列的指派, 谁又能允许一个堕落凡天的天使回复记忆, 阻挡恶魔的大军呢? 在与马格达三战三截后,我们终于收集到了所有的碎片, 准备回到图牛旅舍与凯恩会和修复神剑时, 却发现了马格达釜底抽薪, 既然我阻挡不了你收集碎片, 那么我就先阻挡可以帮助你修复神剑的人。 他杀死了一直陪伴我们三部曲的凯恩, 再阻挡你可以接触神剑恢复记忆的天使, 所以他把人形态的大天使再次掳走隐藏了起来。 见到了凯恩死亡的丽娅爆发出来惊人的魔力, 蹂躏了旅舍里的所有敌人, 但是他却无法救回自己相依为命的叔叔。 凯恩在生命的最后, 用他仅存的力量为我们恢复了神剑原本的模样, 并拜托丽娅继承他的研究与日记, 寻找阻挡恶魔的方法。 此时我们与丽娅兵分两路, 他去查看凯恩遗留下来的资料寻找破解之法, 而我们则前往马格达的藏身之处, 李奥瑞克生前的宅邸这里同样也是他虐待别人的监牢。 刚进入此地你就看到了李奥瑞克的妻子的手中捧着自己砍下来的头颅, 向你哀悼曾经的过往。 疯狂的国王已经不信任所有人了, 即便是他的妻子也被他在此地杀害, 他希望我们能够解放被囚禁在此地的灵魂。 人疯狂起来真的是六亲不认。 马格达隐藏在宅邸的最底层,所以帮忙都是烧带手的事情。 当我们解放了囚禁的灵魂后, 首先遇到的就是老朋友屠夫的话语, 深入每一个暗黑衣的玩家心中。 屠夫的背后是正在被囚禁与被复发的大天使, 我们砍杀了所有的邪教徒, 把圣剑重归于他的手中后, 大天使泰瑞尔终于恢复了记忆。 他的前来正是为了向人类告知, 剩余的两大魔王比利与阿兹莫丹正准备集结大军进攻人类, 人类必须做好准备。 凯恩的死是一场无奈的结果, 新火相传后的利亚成为了有趣的身份象征。 他既是天使选中的继承了赫拉迪姆意志的人类的知识的代表, 也同样是被恶魔选中的继承了破坏意志人类毁灭的代表。 利亚再次体现了人类是天使与恶魔混种后的生命。 道路继续前行, 寻找比列的方法就是在巫师会的身上, 只要巫师会出现在哪里, 那么哪里就有可能出现比列。 东部大陆的政治中心是卡尔蒂姆, 这里已经被巫师会渗透, 传说中的大地还是个孩子, 而孩子是容易控制的傀儡。 来到卡尔蒂姆的众人首先印路眼帘的就是城市的混乱不堪, 皇宫外的集市已经人满为患, 恶魔在此地肆虐, 逃难的人要进入到皇宫寻求庇护, 而大地并不允许。 贵族们也被流放在外, 整个皇宫成为了大地的个人独享, 凯拉就是被流放的贵族之一。 他是个看起来很重要, 其实一点也不重要的NBC, 但定位太奇怪了, 怪的我都忘不了他。 城内最初的守卫是铁狼护卫。 而前不久, 卫队因为巫师会在边境闹市派遣出城, 如今再次回到了城内时, 所有的守卫都已经被更替, 连铁狼护卫的首领艾希拉都无法随意进进大地。 艾希拉告诉了我们巫师会玛格达的所在之地, 但城内的动乱同样也能注意, 于是我们与丽娅分头行动。 她从地下水道, 探寻秘密以及寻找前往皇宫的道路, 而我们则去猎杀玛格达, 逼她说出魔王比列的所在之地。 在一路的黄沙里, 我们终于寻找到了玛格达的踪迹, 把她逼迫出真身, 但这一切似乎又都是一场布局已久的阴谋, 比列所要抓获的人从来都不是我们这些冒险者, 她一直盯着的是魂器丽娅。 玛格达的行踪只是一个诱补器, 欺骗我们上当, 即便付出了生命对她而连也值得, 必定这是她所信奉着的恶魔的指引。 在与玛格达的战斗里, 我们发现了她的身边有着王城的护卫, 而这些护卫则是比列的信徒蛇行恶魔伪装出来的。 那么可想而知, 皇宫内的王要么是被胁迫了, 要么是被蛊惑了。 不论是哪一种我们都需要进入到王宫里进监大帝, 因为丽娅还在她的手中。 铁狼大爱希拉帮助我们进入到了王宫, 并向大帝诉说了缘由, 但是大帝却推出丽娅向我们质问道, 如果你们真的是善意, 那么为什么要派人进入到下水道, 窥死王宫呢? 随后便命令守卫立刻处死我们, 她便转身离开了此地。 王宫的守卫在大帝离开后化为了蛇魔向我们进攻, 而我们只能一路逃走, 已经探明了下水道走向的丽娅, 引导我们再次从下水道离开。 同时这里也隐含了丽娅的私心, 在她被关起来的期间, 得知了自己的母亲爱德利亚还活着的可能性, 而她就在下水道的监狱里。 寻找到了爱德利亚时, 她正在被一群蛇魔围困。 他们在审讯爱德利亚,向她逼问黑暗灵魂时的事情。 这里我们要稍微说一下, 爱德利亚在离开了崔斯特雷姆后一直在做什么, 她在学习如何利用黑暗灵魂时封印那些大恶魔的灵魂。 在被抓到之前, 她已经用学习到的知识封印了其他的五个大恶魔, 并把他们的灵魂标记到了黑暗灵魂时上。 而封印所有恶魔的原因在于她得到了迪亚波罗的指引。 失败了的迪亚波罗, 需要融合其他所有的恶魔的灵魂, 然后形成一个如同远古的魔龙一般的大魔神。 这样单一的天使就无法阻挡她了, 永恒之战必须结束, 这就是迪亚波罗的计划。 所以救出来的爱德利亚, 立刻引诱了我们前往黑暗灵魂时的所在之地, 佐敦库勒的图书库,这里就要说一下黑暗灵魂时是如何产生的了。 佐敦库勒是当初猎杀三魔神的赫拉底姆小队中的一员, 灵魂时在没有封印魔神前则由她长期保管。 在与灵魂时长时间的接触后, 她也深深为灵魂时着迷。 在封印了迪亚波罗、赫拉底姆各自分散后, 她开始执着于研究灵魂时的另一个题材柄——黑暗灵魂时。 用她的语句来陈述就是人类无法相信恶魔, 因为他们要奴役人类, 人类也无法相信天使, 因为天使曾经打算灭绝人类, 人类能够相信的只有自己。 所以她研究灵魂时的目的之一, 也是要重新触发人类的奈飞天之地, 以防止被任何一方投入时, 人类无力反击。 当然最后她步入了歧途, 把人类的生命不当作一回事, 借用魔法的教学诱骗了许多年轻的生命成为她的实验品。 当其他的赫拉底姆知晓此事时, 佐敦·库勒已经快要成功了, 至少此时的她已经可以永生不死。 击败了佐敦·库勒的赫拉底姆等人, 发现库勒改造了自己成为了不死的怪物后, 只能想办法把她的血液放干, 失手分架,一地埋葬。 众人经过讨论后, 发现封印比列看来只有这一种方法, 虽然我们想责问大件事, 你咋不多弄几个灵魂时当作必分使用呢? 我们万不得已只能重新复活佐敦·库勒。 但是当库勒准备拿取灵魂时时, 发现死去的魔王的灵魂已经在黑暗灵魂时里了, 早已经有人提前下手了, 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 击败了库勒后, 爱德利亚现身向我们诉说的这20年来,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提前标注魔王的灵魂, 当黑暗灵魂时启动的那一刹那, 可以让这些灭亡的魔王灵魂能够直接进入到黑暗灵魂时当中。 爱德利亚给我提出了一个建议, 当所有的魔王都进入到灵魂时后, 只要打碎了这块石头, 那么魔王的灵魂都会灰飞烟灭, 并且此时也只有这块石头能够击败比列。 当然这句话是存一的,并不一定对。 重新回到了卡尔迪姆, 此时的比列正在降下火雨, 屠杀所有的百姓, 我们想要阻止这场屠杀只能冲入到王宫, 寻找比列的踪迹。 而此时的大帝也不再是用弱小的孩子作为掩藏了, 他直接显露出来真身幽门一较高低。 击败比列后, 黑暗灵魂时成功封印了恶魔, 而大天使也感慨, 曾经的佐敦·库勒也是个勇猛的战士, 但是他却被力量所迷惑, 与恶魔征战越久越容易被恶魔腐化。 如今的大恶魔只剩下了一人, 罪恶之王阿兹莫丹。 众人找不到他的踪迹, 而丽雅只能先整理凯恩留下来的书籍, 看看能够寻找到什么线索。 直到有天夜里, 劳累的他被黑暗灵魂时所吸引, 听到了阿兹莫丹对人类的宣战。 其实这个画面是阿兹莫丹对着丽雅体内的迪亚波罗所说的, 所以你会听到他的言语, 你把我们都骗到了。 兄弟们一个个都落入你的现金, 唯独我要击败你。 阿兹莫丹已经意识到了, 这是狄亚波罗想要借助人类的手来吸收其他魔王的灵魂, 从而让自己变为大魔王的手段。 于是他聚集了地狱里的所有精锐, 要从破灭的亚瑞特山进攻人类的世界。 众人前往了北方的树位要塞, 抵抗恶魔, 而在这里我们见证了恶魔的恐怖, 也见证了人类的顽强, 无数的人死在了此地, 但也未曾让恶魔更进一步。 作为斩首小队的我们在此地击退了恶魔后, 直接潜入到了阿兹莫丹的老巢, 击败了他的老婆色欲的大蜘蛛后, 终于直面最后的一个魔王。 众人一顿老锤哈, 阿兹莫丹也一命呜呼, 失去了肉体的灵魂, 瞬间被黑暗灵魂石吸收了进去。 终于恶魔都已死亡, 而人类迎来了欢庆的时刻。 现在只需要把黑暗灵魂石击碎后, 恶魔就再也无法出现在人间了。 正当众人放松警惕欣喜之时, 爱德里亚终于跳返了。 在无人打扰的地方困住了大天使, 并让灵魂石里的所有的灵魂都注入到自己的女儿丽亚的体内。 魂七的意义在此刻彰显了出来, 再次苏醒过来的丽亚体内的灵魂已经替换成了迪亚波罗, 而她的目的只有一个——毁灭高阶天堂, 结束永恒之战。 守在了天堂门外的勇气大坚持, 英普瑞斯认出了前来此际的人就是迪亚波罗, 但是她却无法阻挡七个魔王化为一体的纠集迪亚波罗兽。 她被打退了, 而自世界诞生以来, 未被击破的天使的金刚大门第一次被恶魔攻入, 天堂化为了一片血海。 天使们只能各自为战, 等我们赶到时, 英普瑞斯指责我们的存在才把恶魔引入到了此地。 我只想说现在是忽恶推诿的时候吗? 我还说你天使光知道嘴炮不过来帮忙, 哦气是吧。 当然我们是做实事的人, 快速进到了天堂各处解救出来各威大天使, 然后具力再次反攻。 迪亚波罗的目的是高阶天堂的最高处——水晶穹顶, 它是天使的诞生之地, 你可以理解为击破了水晶穹顶就再也不会有新的天使诞生了, 这算是伏底仇心了,爆了水晶。 当然我们自然不会让迪亚波罗得逞, 在门口先击败中犬劳魔伊索尔, 然后直接面对迪亚波罗。 一顿乱垂后, 大魔王迪亚波罗也香消玉允, 我只能说暗黑到此时已经战力崩坏了, 小小一队人马直接挑战世界的制恶之神, 当年制高神阿努都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做到了。 迪亚波罗死亡后, 她的躯体再次化为了黑暗灵魂时, 而丽亚是否真的完全死亡还能否重新出场, 那就要看制作组的怜悯了。 接下来就是DLC的剧情了, 战后我们受到了天使的赞美并离开了死地, 而大天使泰瑞尔放弃了正义的名号感为智慧, 以人类之躯重登天堂。 她认为在接下来的秩序重建里, 智慧要比正义更加重要, 你已经恶魔没了,你要正义谁? 是正义你的同胞天使还是要正义你的帮手人类? 而原本的智慧天使马萨伊尔在世界之时被偷走后就性情大变, 并逐渐销声匿迹。 也就是说, 此时的智慧天使早已消失了几千年了, 所以这才是泰瑞尔有资格继承智慧的原因。 但没了恶魔并不代表没了邪恶, 泰瑞尔重建了赫拉提姆, 并在封印黑暗灵魂时之时, 曾经的智慧天使马萨伊尔成为了死亡天使,开始讨伐人类。 在马萨伊尔的理解里, 这个世界不需要具备了恶魔血脉的人类存在, 它们是不安定的因素, 只有彻底消灭了人类, 这个世界由和谐的天使组成才能够保证世界的稳定, 我只能呸。 总之高傲的智慧天使变成了邪恶堕落的死亡天使, 期待有一天能够进化所有的邪恶。 天使在讨论如何处理黑暗灵魂时的时候, 决定以泰瑞尔的方法为准。 当初说破坏灵魂时就能够消灭掉恶魔的原因, 既然是在爱德利亚的嘴里说出来的, 就已经不可信了。 那么为了保险期间, 就不要破坏灵魂时只把其封印起来。 封印的任务由泰瑞尔重组了的新的赫拉提姆担任。 所以在CG里我们看到了是由人类来进行移送灵魂时的, 也便是在封印刚刚结束消失已久的智慧天使马萨伊尔悄然出现, 化为了死亡天使的他, 具备了吸收所有灵魂的能力, 刚刚组建的赫拉提姆就已经伤亡过半。 我们能够理解毕竟泰瑞尔补了马萨伊尔的坑, 人家只能改个名字了。 泰瑞尔用神剑挤挡了死亡的信息, 同时让唯一逃出去的新赫拉提姆去寻找我们的主角, 此时特意叫了我们新的称谓——奈飞天。 堂堂大天使致此人为奈飞天的呼叫器。 站立不稳定的泰瑞尔轻易被马萨伊尔击败, 但是身为天使的他并没有被马萨伊尔收走灵魂, 虽然死亡天使已经堕落, 但是他只针对邪恶而不是滥杀所有的生命。 这里我们总结一下马萨伊尔的矛盾, 在许多天使的眼中, 此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击败恶魔结束永恒之战, 但如何定义永恒之战的结束成为了马萨伊尔与许多天使的分歧。 大部分天使认为消灭掉了恶魔就算是结束了永恒之战了, 但马萨伊尔却认为只有消灭掉了所有的具备了恶魔血脉的灵魂, 才算结束永恒之战。 而人类具备了恶魔的血脉, 所以人类必须死亡才算战争真的结束。 所以在击杀了马萨伊尔的路途中, 我们来到了永恒之战的古战场就是这个目的。 马萨伊尔只向我们诉说,战争还未有结束。 猎取灵魂石的目的是在于, 马萨伊尔可以通过灵魂石把其当作增幅器与容器, 有效地吸收周遭人类的生病。 当然在DLC里, 我们也见到了让自己的女儿作为魂妻的爱德莉亚, 她已经放弃了自己身为人类的身份,化为了恶魔。 最后的结局,自然是我们直面马萨伊尔, 她已经布置好了灵魂石的法阵, 如果我们无法击败她, 灵魂石就会把整个庇护之际的人类的灵魂, 都吸收到灵魂石里进行封印。 当然作为奈飞天的我们, 不可能让这个阴谋得逞, 无法击败我们的马萨伊尔动了歪脑筋, 把灵魂石打破, 然后吸收灵魂石的碎片与能量进入到自己的身体力, 以增强自己的力量。 但即便如此, 她也无法阻挡自己壁板的道路,毕竟奈飞天已经是站立的天花板了。 等再次击败了体内混有灵魂石的马萨伊尔后, 她选择了堕路深渊, 不允许我们得到灵魂石与她的取窍。 泰略尔只能无奈地告诉我们, 打碎了灵魂石, 大魔王迪亚波罗的灵魂也会再次现身事件, 或许马萨伊尔的肉体会再次成为大魔神的容器。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迪亚波罗也算是融合了天使的肉体与恶魔灵魂的新纠集大魔神了。 但此时泰略尔担心的不仅仅是迪亚波罗, 还有我们这个实力深不可测的奈飞天。 我知道她心里想啥, 坏了, 她瞄了我们天使城最弱的了, 这还玩个毛啊, 第四部还有我的戏份吗? 于是我们看到了第四部的主角之一, 就是女恶魔莉莉丽斯的出场。 她的回归或许造成了新的意想不到的剧情的出现。 期待期待啊。 好,经过了一个月, 我们终于梳理完整个暗黑系列的剧情了,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等到暗黑4出来, 再继续说暗黑的故事了。 我是狗哥,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了。